各位觀眾大家好,傑哥軟實力,今天跟大家講一下星鏈星盾 大家覺得馬斯克有一個非常厲害的企業家,生意人才 頭腦也好,Tesla,星鏈,SpaceX各方面都可以看到他很大一步 很多企業家比不上他 但是我們看到有關星鏈和SpaceX星藍的系統 其實對於全人類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如果這些科技可以對全人類造福,就不只是美國可以用的話 我相信是的,但大家不要忘記,當老美在做這件事 又將星鏈本來是一個民用的,現在變成軍事用銅的星盾 那整個環境就不同了 那大家知道,美國最厲害就是聽一下東西,就是搞一下事情 但是這件事其實是我們要警惕的 我們都看到我們國家在急起直追 那今天很開心,跟傑哥聊一聊,有關星鏈的系統是怎樣 還有星盾究竟有多少人害怕的 好,傑哥你好,早安 大維常好,各位觀眾早安 都是那一句,大維常說得很對 這個馬斯克就經常掛著一個所謂人類之光 為全人類謀福利 但是事實上來說,世思極恐的 你想一想他在做的事情 除非你是美國人 如果不是,就是為他擔任 是一個很大的危害來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我們首先吹一吹馬斯克 你不說清楚他有多厲害 你很難明白他在做什麼 在4月份的時候,他就發射了星纜 那個是一個全世界歷史為止 最大的一個航天器 也是最強的航天器 他高120米,差不多四十幾層樓高 他那個動力是由33台 猛禽2發動機所造成的 總計那個推力有7,590噸 你計算一下之前很厲害很厲害 傳說中的土星5號 其實土星5號只有3,400 其實它多了,它一倍有多 它這麼厲害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叫做 猛禽2的發動機 這個發動機有一個很強的鎖 有一個很...怎麼說呢? 很堅的鎖 它的鎖就叫做全流量分級燃燒發動機 它是全球第一步 它是曼琴1是第一步 它是第二步 可以做到出來的 這個技術是什麼呢? 這個技術是整支星纜的一個亮點 這個技術就是 解釋上來就是這樣的 在這個火箭發射 它所做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把燃料 泵到一個燃料 帶到一個燃燒室 在一個燃燒室裡點著 燃料和氧化劑 然後呢 在這個燃燒室 就產生高壓高熱 然後呢 就在噴管噴出來 靠這些這麼高速的噴的氣流 帶動火箭向上升的 那個原理就好像你吹脹一個氣球 你放手 在你吹脹了氣球的時候 它裡面的空氣 就是受到氣球的壓迫 就會壓出來 在尾巴噴出來 令到氣球 飛走的 其實就是這個原理 但是呢 有一個問題就是 在燃燒室裡 它本身是一個高溫高壓的狀況 那你怎樣才可以再把燃料和氧化劑倒進去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因為 如果你在那個 就是燃料的儲存罐那裏 或者氧化劑的儲存罐那裏 你加一個加壓裝置的話呢 或者做到一個很強的壓力呢 其實對那個整個火箭的重量 和質量是要有一個很大的犧牲在那裏 要不然你沒有辦法製造一個很高壓的環境 令到那個燃料 氧化劑去到那個燃燒室的 就是氣球一定是流向低壓的 那你在那個燃燒室那裏噴出來的 就是那個燃燒室的壓力是很大的 那這個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那科學家就想了一個叫做預燃室 那在預燃室那裏呢 就首先燃點少少的燃料和氧化劑 那令到它產生動力 那推動裏面的一個泵 那用一個泵呢 將大量的燃料和氧化劑 就泵去那個燃燒室 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就會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解決方法會產生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燃燒室那個泵 它是頂不住這麼高溫度的 就是你在那裏燃燒的話 其實是會產生高溫的 那這個泵是頂不住的 那它需要呢 就要降低一下 就是燃燒的一些配備 那可能要減低那個氧化劑的份量 那令到那個燃料不充分燃燒 那從而降低那個預言室的溫度 令到泵沒有這麼容易壞的 那但是這個問題又來了 那你就是會令到那個燃料消耗很大 那那這些燃料 你可不可以泵回燃燒室裏面再用呢 那就是那些不是充分燃燒的燃料來的 那你可不可以泵回去再用呢 又不行 因為有很多種種的技術難題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他們說會不會可以放少些燃料 放多些氧化劑 那令到它都是一個不充分燃燒 但是那個情況就是 如果這樣做的話呢 那個預言室裏面的零件也都很容易壞 因為那個氧太多了 那你要頂收得住 那麼強大的一個氧化的效果的金屬 是很難做的 那暫時只有蘇聯 前蘇聯和美國可以做得到的 這是一個極高的科技和極高的機密 那馬斯克 即spasic spasic最恐怖的地方呢 它是完美地解決 它的設計完美地解決了 剛才說的那兩個問題 那麼它可以將預言室裏面的 所燃燒了的 不充分燃燒的一些材料呢 就全部泵回去那個燃燒室裏 再燃多一次 所以剛才我說了 就是全流量 就是全部它都可以做到的一個燃燒 分級就是說 它是可以在原室和那個主要燃燒室裏 分兩次燃燒的 那麼這個發動機做出來的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那個 需要的燃料量 是大大地降低 那麼它的成本也都自然可以降低 那麼剛才我提過了 你要做到這個設計 其實最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材料 那麼你想一想一家私人企業 怎麼可能拿到這些這麼機密的東西呢 那麼這個可以大家想一想 哪裡來的 那麼馬斯克它每次發射 其實它都會用到一些 就是所謂軍方的發射場 那麼你一個正常的普通的個人企業家 怎麼可以用到軍方的發射場呢 就是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疑點 那麼它到底做這些事情 是不是後來有什麼特別的目的呢 那麼我們可以看 由這個星艦那裡開始講 就是開始做一個切入點 星艦它做一個這麼強的發動機 就是這麼便宜的發動機 應該這麼說 因為它整個目標是由便宜的那裡開始做的 那麼它那個構思就是把火箭運貨的成本 大大地降低 星艦它用不鏽鋼做機身的材料 主要材料是不鏽鋼 再加上剛才我講的那個發動機的那個技術 那麼它是一個批量生產的這樣的形式去做 那麼那個發動機它那個材料 就是它那個造價是大概 大概是100萬美金一部 一台曼琴耳發動機 那麼如果真是被它成功批量生產呢 它每天可以生產一部曼琴耳 那麼就可以成功將那個材料 就是那個成本降到25萬美金一部 從而令到它整個火箭的發射成本 是降到1000萬美元一發 那麼大家如果有其他火箭的發射成本 你對比一下就知道它多誇張 以SLS來計算吧 就是美國打算做重返月球的那支火箭 其實它的發射成本是22億一次 那麼其他沒有這麼誇張的那支可能都要六七億一次的了 那麼馬斯加現在做到說的是1000萬一次 而且它那個推力是這麼大 它的載貨量是很厲害的 就是它那個載貨量的話呢 是比我們現在熟資的長五 是多出很多倍的 就算比土星五號或者SLS都是厲害的 因為它單發 如果它是說內匯來計算 因為內匯它要預算一些燃料 給它回頭用的嘛 所以它可以載到150噸的貨物去到近地軌道的 那麼如果它說它不計回收了 就這樣射出去就算了 單程的它其實可以做到250到300噸一次 就是載貨量 那麼你想一下那個載貨量是多麼恐怖 那麼SLS其實做到大概95到100噸而已 那麼土星五號呢 只是做140噸 那麼所以你看它那個運送能力是多麼強 再加上剛才我講的 它只是1000萬美元一發 那麼有人跟它計算了 如果它真的做到量產 那麼整支火箭都是量產做的 其實可以降到200萬美元一發 而且大家要記住 它這個計法呢 其實是說它的火箭可以複用50次 而且複用的週期是一日 如果大家有看長午 它如果要發射的話 我不要計算它 長午不是單發的 它不會複用的嘛 是不是 但是它整個發射流程 由你規劃到真的發射 其實起碼要半年時間 它要中間加著燃料 整理那個發射台等等等等 各樣工序呢 其實要整個九個月一半年的 那麼現在講的星艦 它說自己是可以做到一日 一個週期 你想一下多麼恐怖 它又便宜 又可以射這麼頻密 做出來的什麼效果呢 就是它可以大量的發射一些東西 上太空 也都可以做到一個 枉反式的嘛 其實可以去到低軌道 然後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之內 將一些貨物運送過去地球任何一個地方 所謂的貨物會不會是送民主 送自由呢 當然不是啦 你猜送聖誕禮物給你嗎 美軍會送些什麼給你呢 其實這個東西不是我吹的 美軍會用這個SLS 會用星艦去送東西 這個不是我吹的 其實美軍在2020年的時候 已經和SpaceX 相討過呢 會不會可以考慮呢 這個太空送貨 他們其實有文件 也都顯示五個大樓 在考慮建立一些叫做星艦戰隊 在2022年的財報那裡 在這個叫做 科學與技術戰術研究裡面 也都提供了 這個撥款 提供了4790萬美金 給SpaceX 去做一個一小時內 在全球提供100噸 有效載貨的這個戰略投訴 的一個預演 就是它已經有了計劃 想著怎麼做的了 那你想一想一百噸 一小時內 是多麼恐怖 它送的100噸是甚麼來的呢 會是甚麼呢 美國軍方會送些甚麼給人呢 你想一想 就是細思極好 還有它是一個可以回收 循環再用的一個火箭 如果它射了上天 它裡面的容積是很大的 就是它裡面的裝飾 那個體積是很大的 它會不會將其他敵對國家的 戰略性的衛星 將它回收回來 就是拿回地球 有沒有這個可能呢 其實是絕對做得到的 以它這樣的設計 就是當然 一切都是建立在馬斯克 它公佈的所有信息 是真的可以做到的 在大前提下 那四月份那次發射 就是有很多人笑它是不 就是扮成功 其實不是的 其實它真真正正是做到了 某些技術指標 這裏我就不常說了 其實它裡面是 其實真的做到某些事情 這裏我覺得時間蝙蝠關係 我就不特別說了 那它現在 萬一它真的可以 根據它的指標 做到星艦 成功起飛 我們首先第一個要面對的 就是星鏈這個挑戰 其實我們看到星艦很厲害 晚禽推進氣 是真的很慢的 但是的時候 大家看到我兩幅圖給大家看 一個 就是現在星艦就飛了上去 下面就產生大量的黑煙 大量 為什麼會產生大量的黑煙呢 針沒有兩頭來 大家都知道 現在就看到 之前發射星艦的德州發射場 就被那些晚禽 是被封出一個大洞 破壞了 破壞了 太厲害了 它那個發動機 對 那裏就會看到 有一些運營土的碎塊 以及扭曲的金屬板 好像尋石坑 不是尋石月 是真的尋石坑那些巨大的洞 這些就是 星艦發射之後 整個德州的發射場 就造成一個非常嚴重的破壞 根據法新社的報道 在4月20日首次升空之後4分鐘 在墨西哥上空 星艦就爆炸了 預計修復是非行的行動 就造成的損毀 就需要修復時間的多久 是幾個月時間的 這個也都可能導致 未來的是非計劃延後 而且拖慢了美國國家 航空機太空總主席 NASA 針對即將到來的月球任務 研發火箭的計劃 那麼SpaceX的馬斯克就說 在是非前曾經表示 只要可以不破壞發射台的情況之下 令到星艦星空 就可以稱得上是勝利 這個很重要 因為實在太厲害了 還有你看到這麼大規模的火箭的升空 平時可以看到有關的整個推進器 其實你發射出來的時候是白色的煙 現在看到黑色的煙 那裡面會不會對地球的污染造成多大的負面影響 不會不會 這裏我跟進一下 不會 那些應該是正路來講是一些粉塵 因為剛才我講的 它是全流量的燃燒 它可以將所有噴出來的燃料 是充分燃燒才噴出來的 它用的是甲圓 其實類似煤氣那些東西 和氧化劑量的東西 所以它的噴氣是對安全的 只不過量太厲害 或者你這樣說 這傢伙太省錢了 就是它在發射台上偷工減免 有很多東西要做它沒有做 所以就這樣了 正路的發射台下面有很多東西 是可以降低它的尾炎噴出來的破壞度 理論上它應該要做的 不過它就沒有做 就是這樣了 OK 所以這件事我不知道 但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這樣就可以解決到 它這個噴射太厲害的問題 以及對環境不會造成污染 但是問題來了 究竟可不可以做到呢 我們真的要謹慎 還有你看到馬斯克 這次有這麼大的一個情況 雖然發射上去失敗 但大家都很開心 我相信真的某些指標已經達成了 我相信是 這次就達成了它的目標 還有它真的成本是很節省的 是不是 那不是這麼簡單的 雖然馬斯克在之後的發射完之後 在記者會說了 當發動機加速運轉的時候 它的力量就可能是粉碎的運營土 而不是只是侵蝕 那我就想起 就是國鐵俠 Ironman 裡面都是一幕的 本來噴射器是用來加速的 但是因為太厲害了 結果可以形成一個武器 手上的那個 大家看到嗎 那個推進器 可以形成武器 這個動力的衝擊是很厲害的 這些問題我相信都可以解決到 以馬斯克的快速方法 大家千萬不要當馬斯克是一個民用的企業 絕對不是 就是很明確的 是有這個軍事任務 不過是借民用去搞的 因為民用去搞的 就比國防部去做 其實是省錢很多的 所以省了一百倍 省錢很多 因為你可以在市場上面籌集資金 你可以上市 也可以收取資金 二來就是你和其他商業機構 其他國家的衛星發射機構合作 又不會那麼難看 不會那麼難 就是現在有一個趨勢 就是很多沒有能力做衛星 但是沒有能力搞火箭發射的國家 已經找了SpaceX做合作 就是找SpaceX的火箭 就做發射 他們主要負責就是研發衛星 變相它的資金會越來越多 因為它便宜的 那你當然要找它 那你找了它 就不會找其他人 你搞一下其他火箭發射的一些機構 就越來越賺不到錢 就是做不到研發 所有資金都去了馬斯克那裏 所以就說它越滾越大 它現在那個市佔率是很恐怖的 我所知道 我拿到數據不是最一倍 它13年的時候只有13% 到18年的時候 它已經佔了五成多 就是所有火箭發射的市佔率 現在有能力和它抗衡 似乎只有中國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我看一個訪問 是關於SpaceX的一個前高管 它自己都說 馬斯克的唯一對手就是 SpaceX的唯一對手就是SpaceX 唯一要關心的 可能會有機會威脅到的 其實是中國航空 但是現在暫時未成氣口 我可以坦白地說 暫時未成氣口 因為實在太瘋了 你看回聶賓九號 聶賓九號 它其實現在運50公斤的貨上去 只是收27.5萬美金 如果未成氣口 如果未成氣聲欄 真的做好 可以再便宜一點 真的很恐怖 謝謝傑哥 對我們的晚琴發動機的介紹 以及對整個星纜 我們是有很深入的看法 下一集 將會和大家繼續說一下 星鏈和星盾 究竟有幾得人害怕 這一點大家要小心為常 大家看到 現在的星鏈和星盾 其實對我們的影響 不要說很小 以及這個部署 我們應該要對美帝 作出一些反應 究竟中國如何反應 下一集再和大家聊 好 節目的最後 請大家訂閱大衛sir的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以及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感謝大家